在皇帝的后宫里面 皇后比皇贵妃大 非 不是 是贵妃比非高 贵妃比非高 平 我为什么要自己写这个绕口令 觉得很 要疯了 最近新宫剧那么红 很多人有事没事都在那边 本宫前 本宫后 拖出去给我仗则八十 平时再也不敢了 我被人家饶定了 那本宫 不是 那关主播 今天当然也不能够错过这件事了 可是如果我们还在聊剧情 聊什么服装仪容 一耳三浅 降唇妆什么的 那就太不符合我们的风格了 关主播什么事 不关我的事 是关我们的事 那清宫剧工作剧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 逗 皇帝后宫那些嫔妃们 一辈子争得焦头烂耳的 不就是争宠兜上位咯 那自己没有子嗣 就是没有皇帝的孩子没有关系 可是自己的位分一定要高 听到这里相信很多有在认真看戏的观众朋友 肯定都知道 在后宫里面 皇后可是比皇贵妃大 贵妃又比妃还要贵 贵人不比贫贵 那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呢 在清朝乾隆时期的后妃排列 是有他们的尊妃顺序的 而且可都是有扩大的哦 扩大是什么呢 不好意思 我这个时候要看纸啊 呃 皇后一位 皇贵妃一位 贵妃两位 妃四位 平六位 那他们都是有自己住的地方 还有宫殿的 那些宫殿的名字 如果你常常看清宫剧的话 应该就很熟悉 比如说延禧宫 长春宫 中翠宫 楚秀宫等等 那刚刚念过这些高高在上的飞瓶们呢 大部分都是住在宫殿里面的主位 不过这些飞瓶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 有扩大有固定数额的 不是说皇帝高兴就可以随随便便追加 或者是测封 那如果某一天皇帝高兴 他宠心了某一个女子怎么办呢 放心 还有贵人 常在或者答应的其中一个等级 给他册封的 通常贵人 常在还有答应呢 他们是没有固定人数的 皇帝高兴就可以封 不高兴也可以不封 封多少都可以 那既然是不比飞瓶金贵 贵人 答应或者常在 他们就不能够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宫 而是必须和其他人一起住 都讲明了是宫斗剧 当然就是要斗咯 那斗自然少不了害来害去 独来独去的戏码 用要来独害这种梗是最常出现的 可是各位观众啊 千万不要傻傻地去相信所有的剧情 人家阴洛说 琵琶星叶有毒 琵琶老叶没有毒 心叶是有毒的 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咯 根据中医记载 其实琵琶不管是心叶还是老叶 都是没有毒的 最多 你硬硬要讲它会影响到健康的话 那就是琵琶星叶上面有一层的绒毛 如果吃了的话 有可能会导致咳嗽 所以一般市面上用的都是一些干的枇杷叶 因为叶子干了 上面的绒毛自然就会掉 安全 另外一种宫斗菊会出现的剧情就是 那些嫔妃耍手段 害那些怀孕的嫔妃生下不健康的笼子 比如说在如意传里面 玫瑰人就因为被害 结果就生下了阴阳儿 还有在延禧攻略里面呢 余贵人就吃下了太多热腾腾的甜食 结果生下了金铜 那金铜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小儿黄胆啦 余贵人 非常喜欢蒙古烤饼 怀孕期间每日必吃三片 可是难道吃热腾腾的甜食 就会导致孕妇生下有小儿黄胆的婴儿吗 根据中医界的说法 其实小儿黄胆会造成的原因呢 就是肝脏对于胆红素的排泄 还有摄取能力不足 所以妈妈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 吃了太多的甜食 就可以导致湿气淤积 肝脏的功能变弱 就有可能导致腹中的胎儿 肝脏的功能也不好 引发这个小儿黄胆 也就是皮肤还有眼睛变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留言或者是按赞还有分享 如果想要常常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话 当然要记得点击热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